在这个地方DIV我想以前有用过 大家就复习一下DIV的部分 这个DIV的严肃 然后再来的话底下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部分 另外就是跑马灯 跑马灯的部分的话在以前也有 可是跑马灯部分也是会有相容性 那个浏览器相容性部分 这个部分的话在HTML5也有重新再制定过 所以这里如果说你要决定一个跑马灯 里面的话你可以给它这个颜色 这边有个标签BGColor 然后它的宽度多少 它的高度多少 里面内容是多少 里面内容为何 这样的话可以跑出一个跑马灯 我刚刚try了一下 基本上大部分的browser都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这跑马灯的范例 那再来的话我们再来看其他的 再来 注解刚刚同学问过了 其实注解就这个符号 注解的话在这个地方它不会显示出来 OK 注解的话它的基本上就是一定是小于 惊叹号 然后dash dash 然后dash dash 里面东西是注解 然后一个大语把它结束掉 这个是一个注解 那格式部分的话 这边的话当然 有一些像出体啦 斜体啦 加底线 还有就是说比较特别就是说 我们 假如说像这样的符号 那你可以用sub 那上面的符号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sub 就是在上面的 然后字的大小 这边也可以相关制定 这个跟word比较有 比较 就是类似的 格式化的部分 那其他的话 像什么强调符号啦等等的 大家看一下 将来如果说要用的话 其实也可以查得到 不过至少你要知道说 有这些相关的文字格式设定 大概了解一下 OK 然后再来的话比较特殊的 就像 如果你要显示什么呢 注音 有时候偶尔会出现 需要注音的部分 那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加一个 比如说叫Ruby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这边的话 RT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这个 平假名或片假名 这地方你也可以显示出来 然后其他的话 RP啦或者等等的 我想这部分也可以试试看 相关的注音跟拼 拼字的一个标签 那再来的话呢 有关Font跟Base 这个格式部分 大概几个 我刚刚已经把这个画面 我穿上去 我也稍微练习一下 有几个 大概这边几个 几个圈子 我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大概了解一下